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澳财网出品的澳财聚焦节目 我是尹诺 首先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 博满金资首席分析师 威尔浩先生 欢迎您 尹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周三 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了人口普查数据 数据显示在2000年以后 抵达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中 仅有54%的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5.5% 根据房产网站Dorman的报道 这些新移民的主要来源是印度 其次是中国 随着澳大利亚房价的不断上涨 新移民的购房梦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实现 今天的澳财聚焦节目 我们就来请首席为我们分析一下 移民在澳洲购买房产时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首席 移民在来到澳洲之后 他们一般都会倾向于买什么样子的房子呢 应该说这个本质上肯定还是因人而易 不同文化背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总体来说 那些愿意移民澳大利亚的人也是比较认可澳大利亚的一些生活方式 那么在传统上 澳大利亚的人的想法是在郊区 那么买一套独栋的房屋 最好有些花园 有些户外的空间 这是他们最想的 那么从一些调查数据来看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这样的一种选房的标准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realestate.com.au的数据来看呢 澳大利亚这个大家看的房子房型看的最多的是一套四个这个卧室的或者四居室的这样的一套这个独栋房屋 紧随其后的呢 是三个卧室的房子 那么这个很明显都是一些这个郊区的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需求 那么和这个进行一个对比的非常有意思 我们刚才讲看的最多的是四房的 但是这个最多的这个房型 或者说澳大利亚人这个自住的最多房型是三房的 那么这个中间说明了他们的需求和他们实际可以达到的这个居住条件中间 其实是有一些落差的 那么很多人不得不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现实原因 当然主要是从这个财务上考虑 不得不选择比自己想要的这个房子小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房型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本地人购买房屋都是有一些困难的 那我注意到近几年内呢 新移民拥有房屋的这个比例也是一直在下降 2016年的时候呢 仅有35%的人购买了房产 而在2011年的时候 这个数据是40% 那么首席能为我们分析一下 新移民究竟是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购买房屋呢 应该说你说的这个就是新移民啊 他拥有的这个房屋 或者他能够买到的房子 在这个占整个人口比例呢 在下降这个点呢 其实我觉得从可以从两个方面 第一首先啊 就是如果你用你刚才时间减通 2011到2016年这段时间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澳大利亚的房价是出现了上涨的 尤其是2016年当时房价是涨得比较高的 而一些新移民呢 他们往往也都是买自己第一套房 那么有这个房产经验的人都知道 第一套房是最难买的 是最累的 那么如果这个房价更高的情况下呢 买起来就更困难一些 而且这个11到16年过程当中是房价涨 但是薪资呢 在澳大利亚的过去 对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上涨比较慢 也就是房价相对薪资是显得更贵一些 这个又增加了一部分的困难 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个更大的另外一个方向的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买房都会去贷款 那么2011年的时候的政策 2016年的时候政策差别非常巨大 我们在过去之前一直在讲 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银行啊 在收紧贷款 这个收紧贷款对于整个市场都是 它尤其收得紧的是 对于一些这个 有一些海外收入的啦 或者非这个纯的澳大利亚的这个身份的 这个永居身份 或者澳大利亚公民的人 它收得更紧一些 那么目前对于一些海外收入贷款的审批非常紧 几乎你不可能从银行贷到了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第三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很多的这个资金啊 也有可能要进不了澳大利亚 这始终最主要的是出在这个中国 我们都知道 中国对于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资产和这个外汇的这个外流啊 管控在过去几年是变紧的啊 你刚才讲到最新的移民无非是两个来源 一个是印度而一个是中国 那么从目前状况来看呢 中国一下子更富有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买房的主力军 但是很遗憾的呢 这些人可能连手机现在再转过来都有问题了 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呢 再加上最近几年啊 这个移民政策的这个收紧 当然你的正 你刚才数据里面提到2016年还没有开始 但这两年移民数据的这个移民政策进一步收紧啊 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 越来越这个少的移民可以最终留到哪里啊 从而可以去买房了 那首席刚开始的时候提到了 很多人理想中的这个房屋是带有一个四居室 然后还有一个后院 对吧 但是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要是对比一下价格 地理位置和这个房屋的大小的话 很多人好像就会选择去购买这个连排的别墅 半独立式的住宅 或者是近郊的这个公寓 那我认识的不少年轻的这些新移民 都选择购买了这个公寓 而不是大house 那么首席能为我们分析一下 在购买不同房型的时候 都有哪些利语必须要考虑吗 应该说是这样吧 就是在巴结有限的情况下 购买什么样的房型 不然的话永远是买这个位置更好 这个地方更大 装置更好的 很显然这事情现在没有往实现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就确实像你这样想的 就是说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把房型说小一点 或者就是说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减少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是想要有土地 然后又是独栋的房子 房子稍微大一点 你可能地理位置要差 那么这个东西的选择就无非就是 近一点的公寓 或者是连排别墅 还是远一点的 带地的独栋的房屋 我们先只考虑这个居住的要求 那么这无非就是权衡 你是愿意住远一点交通的多花一点时间 但是相对舒服一点呢 还是住近一点 其他都便利 但是居住空间要损失一点 如果从长期的财务考虑的情况下来说呢 带土地的独栋的这个房屋呢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放得非常长的话 还是确实比这个公寓更值得这个购买和持有 它的价值会这个保持更好一些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话题了 那么除了这两种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还有一种就是索性不买房 那就租房住 租房住的话呢 相对来说这个选择面更宽一些 虽然不同区的这个房价这个差别很大 但是呢这个租金的差别呢 体现在短期现金流上还是比房价是要能承受一些的 甚至有的时候租金的差别肯定要 要低于这个房价差别 这个非常常见了 但是这个租房住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从这个不少这个 我们讲中国人啊 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安全 大家懂其实不止中国人 大量的亚洲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甚至包括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人 其实如果他可以的话 大家很远意买房子了 这个会有一种不确定感 这是其一 其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其实从还是那句话 从财务角度来讲 长期来看租房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决定 因为这个租金啊 这个根据目前的这个利息水平啊 这个租金这个价格和每个月还贷可能差别没有那么大 差的当然是前面的这个手机 但只要你能够拿出手机情况下 能够拿到银行贷款的情况下 你每个月付租金和每个月付房贷差别没有那么大 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起码有个资产在手上 那么反过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从我们说这个买房可能从这个资产上来说更划算一些 但是如果你现在资产不足以支撑你买到你想要买的房子 而且现金流你觉得是比较充益 或者你觉得未来这个钱景是不错的 那不妨先租房 不急着买房 因为如果你买到一个不是很合适的房子的情况下 这个你想要再套出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思路吧 嗯 就是在选择购买自己理想的房型和现实生活中可负担的这个房型之间 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那么如果要实现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购房梦的话 首席对大家有没有一个就是建议呢 其实这个建议很简单 想办法多赚点钱 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必须要看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一个住房 当然住房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边侵入了很多东西 就是位置这个位置的这个远近啊 或者好坏每个人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住房的时候呢 你把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啊 列一下 然后呢 其实所有的人买房都会进入这个过程 我越看越想买我买不起的房子 所有人看房子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工薪阶层 总是想更好一点 总是觉得差那么一点点 那么最好的应该就是方法是什么 你把自己想要的条件列一下 列出来之后呢 你自己看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其次重要的 什么是最不重要的一些条件 你自己理一遍之后呢 知道什么东西我是可以牺牲的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 有可能在你的这个想花的这个价格范围之内 就有可能的房子其实是可以买了 你自己需要理一理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方面 当然买房和市场也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你非要在市场涨最疯的时候去买资助房 其实是有一些的问题 当然这个东西的这个专业判断不是那么容易 除非你是一直在关心房地产市场或者整个的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 不然的话呢这个说我要买房 我要自住房 然后我去观察房地产市场这东西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搞得懂的 但确实是有周期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处于的周期呢 正好是高峰刚刚过去 逐渐在这个下滑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下滑呢还没有完成 如果说一定要说一个这个好的这个买房的时机 有可能可以再有个一年或者更长一点点时间 可能会逐渐看到这个房地产的进一步下跌之后 可能会是一个去买房的好的时间啊 当然这个只是一些这个我的这个个人观点 你要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市场动态 欢迎这个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上我们的澳财网 这个看我们的这个每天更新的一些财经新闻 有可能还真的会有些帮助 好的非常感谢首席的精彩分析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新的澳洲财经资讯 更专业的财经评论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 感谢收看今天的澳财聚焦 我是以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